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蹟報局》 又是我Marco,分析大使市況和《奇蹟策略總結》 老實說,今天想跟大家說的不是特別多 但在開始之前,先買一買廣告 因為在9月初來講,家庭所會出國子期權,小的期權 我相信有很多求知者都會奇怪 為何期權有得玩,恨之大權,恨之小權,有國子大權 但就沒有國子小權呢? 其實我自己偶爾都跟家庭所談過 基本上也因為送中要求 9月初他們都會開始出國子小的期權 給求知者玩 也因為這樣,在倉位怎樣做倉位 靈活性來說,達了很多 因為多了國子小權給大家玩 也因為這樣,家庭所找了我 幫忙去針對性國子期權 去搞一些講座 送給他們自己推一推國子小期權的產品 所以在下星期,8月27日星期六 在九龍總部都會跟家庭所有個比較大型的講座 主力是講國子的期權的事情 有興趣的,就去到我們的網站 找上閣耀財廣座,分架廣座時間表 去做登記的手續 暫時公司還未放上網 我想最遲下星期一,就放上網給大家登記 也都是,因為很少學 主力集中只是講國子期權的事情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自己去登記 過了8月27日 在9月10日和9月17日 都可能 我自己都會講,主力是講國子期權的事情 指數恆子期權講不講都會講 但是反過來,主角是國子期權 配搭恆子期權 有可能會有些新的事情跟大家講 還有國子期權和恆子期權 在操作方法上來說 都會有這些分別 這件事都會跟大家分享 有興趣的,留意我們的網站 分架講座時間表後再出登記 回到市況 星期三,前兩天見大家 剛剛 剛才三國安通的消息正式出來了 星期二收市後 星期三就跟大家講 似是利好消息出貨 令到市有機會倒下去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星期三那天是穿了星期二的低位 收市價穿了星期二的低位 但是最穩陣的 我經常都講的,所謂突破 要收穿再跌穿 收市價穿了星期二的低位 在未正式跌穿星期三的低位之前 都再看一看 但是當時來說 有提及過一件事 理論上來說 本身 我自己 就希望 說真的 就是在兩萬三市場 開了一張 short call 九月份兩萬四千點的期權 然後等低一點 雅灣去到兩萬二千四樓下的時候 就補回一張short call 但是 做trade 說真的 不是所有事情都 我自己 預期所耐 在這幾天來說 昨天星期四來說 市借著 一來 覺得美國加息的機會 越來越小 九月份加息機會 更加不是太多 而且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騰訊業績 遠遠優於市場的預期 令到市場就爆了上去 我亦都有包底的 老實說 在禮拜三的時候 跟大家說 如果 之前 禮拜二這個頂位 穿了的話 本身 我開了short call 倉 是打算 後低 在兩萬二千四樓下 去補回一張short pull 對不起 本身補回一張short pull 但是 如果我開了short call 倉之後 它穿了禮拜二的頂位來說 怎樣都好 或者控制風險的情況下 你本身打算 留下少許開short pull 都逼予無奈 將short pull 要趁近少許的行使價 去開倉 以防 市場繼續夾上去 那時候 風險會相對性比較大 OK 所以理論上來說 在昨天 市場 騰訊業績好 預期的消息 放上去 如果是川普 那些禮拜二的頂位 其實理論上來說 下面怎樣都好 先把近少許的行使價 去保護自己 再觀察 如何做trade 應該的策略 是理論上應該這樣做的 現在 去到現在這個市場 回到今天來講 市場又看到 其實 昨天借著騰訊的消息 令到市場夾上去之後 今天市場又開始 咦 好像有些壓力 那究竟市場現在是怎樣 The moment 說真的 都真的挺難看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之前一路自己來說 就說市場其實是有機會 去到破 之前 上年十月份 二十六號高位 兩萬三千四 到兩萬三千五 這些位置不奇怪 但是這個問題 我一直 我自己覺得 一路以來 在兩萬二千點流暢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一路覺得 會出現一個調整 尤其是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才會再爆上兩萬三千五 而今次這個情況 調整就出了 但是不是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是一個很小型的調整 接著就一招戰 其實事後知道 其實是資金流入 再加上是 對新港通消息 令到市場一下爆 就爆到接近我之前所說的位置 那有少少是 手忙割亂的 對我們自己來說 因為其實我預 我就是 長遠來計 其實我預了市場 會爆到上來 但是我沒有想過這麼快 老實說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來說 我謹慎地做 淡得利來說 有少少 扯戰扯走 因為被人夾住 夾住 這樣做上去的 Anyway 錯就錯 怎樣都要認 現在市場 去到現在這樣的位置 我都是說一句 做 trade來說 說來講去 你都是要行人直撥 和不直撥的問題 那市場 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你如果是沒有貨 在手的情況下 在這些位置 即是兩萬三千點 這些位置 你叫我高追去做好 始終來說 我覺得直撥路就真的欠佳了 即使市場好像夾夾都 還有力向上也好 但是我也是要說這句話 因為有時候做trade 老實說一句 我們未必能夠把握到每一次的機會 但是來說 你有可能錯過了一個機會 沒有辦法 你真是看著別人賺錢 你都沒有辦法 但是有時候的情況來講 我寧願錯過了一些重要的機會 都不想沒有一個很重大的風險 所以一直以來 其實我現在也是 等著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機會 然後那時候 就重駐下去 那現在的市場 去到現在 先講回大家最有興趣的看法 和支持阻力 暫時去到這些位置 老實說一句 傾向 他會先在這些位置 撥回住 然後再去出現一個明確的方向 暫時我自己是這樣的 既然是這樣 那之前所說 上面 鎖了一張扣 下面 鎖了一張扣 話來說 沒有 可以在兩邊鎖住 去收期權金 直到市場出現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還有 策略上來說 現在我講 就是等市場出現一個明確的方向 因為去到這裡 連騰訊都公布了業績 深廣東也說了 市場可能會剩下一點時間 在等消息再爆 比較關鍵的位置 遠的地方不要說 因為不覺得已經夾得這麼厲害了 比較近一點 比較關鍵的支持位置 我自己覺得 正正是星期三的低位 22,733點這個低位 因為那時候 你要看一些支持位置 除了技術上的支持位置 要看外 還要想一下 那個位置 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首先從一個技術上的角度來講 通常來說 一個明顯的低位 而那個低位剛好 在一支陰燭的情況下 代表那個位置 很強勁 但第二天又夾得上去 之前陰燭的低位 技術上來說 都算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 在星期三 那時候的低位 22,733點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低位 再加上那時候的低位 是我經常提及的 指數二條到平均線 EMA7這條線 這個純粹講是技術性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 不要忘記的 就是說 在禮拜二收市後 公布深港通 會推出這個消息 禮拜三 正正在反映 深港通這個消息 有機會 人借助一個好消息束貨 在禮拜三的時候 突然壓進去 所以禮拜三 那個低位 是有點參考意義的 你問我 我覺得短時間來說 要看著那個位置 先看著22,733點 如果市場未來, 如果未來是收市價有能力穿了22、733的話 再跌穿了當天的低位來說, 短時間小心, 會有一個明顯的力量 再增加深一點, 但是我傾向他有可能在這些位置坐上坐下, 未必正式收到22000 我傾向他坐上坐下, 如果穩固一點, 我要收穿, 不收穿22,733 拿大約22700, 會收穿22700, 再跌穿那個低位, 我才當他穿 有機會會回到低一點, 但未到這個之前, 我暫時假設他是橫行的價格 跟著, 反過來想, 昨天星期四時的高位, 23200, 也是 短時間來說, 如果收穿這個高位, 再破頂, 有機會短時間再跌穿上去 我剛才所說, 成人在下一路做催, 要計算直播錄的問題 其實來講, 如果現在去到8月19號, 星期五, 其實準備都達入每一個月, 即8月份的月底的階段 開始準備達入這個階段, 期權金開始相對性來說是少, 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真的出現了我之前所說, 突破了昨天的低位232005點, 或者是之前低位22733 我當是22700, 22700, 23200, 這些位是突破了那邊的話 如果他用很少的期權不額, 我就勉強撥了 因為情況不同, 我之前所說 一開始我說, 市去到這個位置, 你叫我去做高追去搏 說真的, 我真的搏不下手了 但是你以我做短炒, 又不同說法 短炒來說, 我又要衡量一下, 究竟我會不會有可能輸入很多錢 我是不是需要求入很多資金 正正如果是月底的情況, 我用少少錢去搏, 我捨得搏 但假設現在的情況, 是一個月頭的階段 我相對性來說, 要我求入一個多少少的期權去搏這些創委 不要了, 我等機會, 寧願錯過的機會, 我都不夠力量去搏 是這樣去做出來, 我自己的傾向 所以簡單來說, 短時間來說 本身理論上現在, 上面應該開緊張短炒, 下面應該開緊張短炒 那我就會看著, 會不會大使有機會在短時間去做一個突破 如果正式突破了上面232005點, 下面大會約22700點的話 有機會短時間, 如果我開了short call, short pull strong 因為我開了short call, short pull strong 我開了九月份, 那我就會用即月份 是八月份的期權做對沖 否則來說, 假設你沒有開short call, short pull 短時間來說, 用即月有限的期權金 去駁過時, 正式穿了這兩邊的位置 短炒都可以想一想 如果不是的話, 暫時來說, 硬看手脈動 就不要亂去做trade 等到市場正式再促另一個方向才去看 那我自己傾向暫時都是橫行, 等促方向 究竟會不會中一步爆上, 還是爆龍, 不知道 那當然, 我經常都是覺得市場這麼厲害 會要回了之後, 再在下面找位去做上 我覺得直播空間大很多 如果真的假設就爆上了 我只會選擇, 少著高追, 短炒 記住這件事 今天分析, 就先分析這麼多 說的話就不太多 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再跟大家進一步, 再跟大家分析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